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之相反的是 大多地区的楼市在过去的一个月总共成交9989套房屋 创下有记录以来 7月份交易量的最高记录 中国人老说 别谈钱 谈钱伤感情 而我们也总认为 加拿大夫妇的财产那是近未分明 不过 CIBC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 对于婚前谈财产 加拿大夫妇也同样难以启齿 这项网络调查的结果显示 99%的伴侣都赞同在确立婚姻或者同居关系以前 郑重的商议财产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然而 只有三成受访者真正的做到了这一点 其他大部分人表示 不知道应该在什么时间以及怎么进行财产协商 此外 调查还发现 财务分歧是离婚的一个重要预兆 这一点在经济压力更大的年轻伴侣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哎 看来这谈钱伤感情 不谈钱以后可能也伤感情 大概只有把签订婚前协议写进法律强制执行 才能让想开口又不好意思开口的人 舒舒坦坦的走进一段稳定的关系吧 巴西里约奥运会开幕式将在明天晚上7点盛装亮相 据说啊 这家奥运会的开闭幕式的预算 只有伦敦奥运会的十分之一 不过 虽然没钱任性 但一向以热情著称的南美人民 很有可能会把开幕式变成狂欢节 热情的拉丁美女大跳桑吧 难怪巴西政府说 明天的盛会有可能是史上最性感的奥运开幕式 昨晚 里约奥运会进行了带装彩排 马拉卡纳球场的上空被流光溢彩的烟火点亮 据总导演马尔科巴里奇介绍 开幕式一以贯之的主题是环保 比如讲述因全球变暖等对自然造成破坏的历史 还会以自然的心声为题材 请参加入场仪式的每一名运动员 向土壤拨下一颗种子 同时 开幕式还希望展现巴西社会包容土著居民 和来自各大洲移民的宽容 彰显爱和平等的精神 本季奥运会 加拿大共派出313名运动员参赛 其中4名运动员为华裔 包括羽毛球女将李文山 乒乓球选手王真 张默 以及体操女将胡佳莹 还没开幕 里约奥运会就被众人吐槽 有可能是最糟糕的一届 不知道自带招黑体制的巴西人 会不会用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幕式打众人的脸呢 我们就一起期待明晚吧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周三任命前党政务调查会长 稻田彭美出任防卫大臣 这位被日本内外视为保守鹰派人物的新防卫相 引起了中韩两国的舆论警惕 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国际社会的关注 稻田彭美始终赞同安倍重新确定日本战后角色 修改和平宪章的努力 并且多次参拜靖国神社 他曾在2004年 为两名在南京大屠杀中进行杀人比赛的 日本军少尉家属进行辩护 认为当年报纸宣传的百人展 是媒体捏造的谎言 他的走马上任 被视为是安倍内阁为修宪所做的准备 还可以被看作是安倍政府 决议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 不过在就任记者会上 对于拥和懂过去的一些言论 稻田彭美却有所收敛 提及了与中韩对话的必要性 似乎有意要在出任防向后安全驾驶 对此评论家认为 这是由于安倍有意栽培他 成为日本的第一位女首相 因此为了仕途决定谨言慎行 最后来关心一下油价和天气 油价明天上涨一分 升至每升101.9分 天气方面 多伦多中午终于将迎来降水 不过高温已久 最低气温19摄氏度 最高温29摄氏度 降水概率60% 环球新闻每日报 热闻资讯全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和精彩内容 请关注CGCTV 环球华语传媒的微信公众号 明天同一时间 请收看我台新闻周末版节目 环球新闻周刊 我们下周一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